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祖籍原是在湖北黄珠府一个叫花子湾的地方 清末才移民到京县的 爷爷叫刘祖星 大伯刘明金 二伯刘明英 因为家里人口多 动不动就没吃的 大概在我姑姑长到十二岁时 我爷爷奶奶狠了狠心 把我的姑姑卖到宣城 给城里赴农家当家馆 家里这么多人就差了一个吗 为什么偏偏卖我 这是我姑姑向爷爷奶奶抗争时留在世间的一句话 父亲与我们说一次 哭一次 解放后 姑姑与宣城 一个姓都的工人 自由恋爱结婚 由此 我们在宣城就有了姑姑生的三个儿女 现在与我们做亲戚来往 姑姑的女儿金凤子 眼睛与父亲的眼睛长得好像 父亲十四岁那年 有一天 他如往常一样 与藤村好友道理 家很远的后山上玩 突然在竹林小道上出现了两个胖胖的 扎武装带的国军军官 停下来 与他们这俩小孩子闹车 临问他们下山的路怎么走 之后没过几天 就听见远处机关枪咔咔咔咔咔咔咔 响了几天几夜 他参军到了南京部队后 才知道那年听到的鸡枪声 原来是发生了晚南事变 父亲读过七个月的私厨 其后 家里在无力供养 只好到处给人打工为地主家放牛 采茶 给瓷器厂烧摇 打柴到城里去卖 父亲最大的心愿 就是走出这封闭的 满是松树与竹林的大山 参军入朝一九五一年 抗美人朝 保家卫国的标语 贴满了几项村路 父亲的心开始澎湃起来 瞒着我的大伯二伯 在村里串联了几个年轻后生 就一同去征兵处报了名 然后就穿上军装在放部新兵训练三个月 跨过鸭鲁江 踏上了朝鲜战场 由于南方人的体制不适应北方的水土与气候 父亲到前线不久 就感染了重伤寒 高烧接近一个月不退 随即被迁往后方医院 病养好了 却没法再编入原来的作战部队 被后方军区总部重新分配到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化剧团 当了一名通讯兵 当时前线化剧团的领导有 团长阮若珊 副团长王孝平 编剧沈亚威 编剧张泽义 这些名字都是我父亲时常念叨 挂在嘴边的 由于根红苗正 长相端正 军区政治部 又把父亲分配给王孝平副团长 当贴身警卫园兼勤务兵 王团长的夫人 是新四军老战士如志涓 他们家有个宝贝女儿 就是现在的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女作家王安逸 我们家至今还珍藏着王安逸过百日时的照片 在前线化剧团的议事 一红灯下的哨兵化剧 到上海原始彩风时 据我爸自己说 当时创编此话剧的主编剧是沈亚威第一题琴首 副编剧是王孝平第二题琴首 两位编剧各带自己的警卫兼勤务 我爸负责给王孝平买饭 买纸张墨水 领导服案搞创作时 我爸爸就在附近一个大广场骑自行车园 随时听从手掌召唤 话剧《倪红灯下的哨兵巡回》演出时 二丫头陶玉玲的名气还没有那么大 但电影《倪红灯下的哨兵》在全国供应后 陶玉玲阿姨就成了大明星 由于我爸爸每天到话剧团给团首长取信件 捎带着 也把陶玉玲阿姨的信件也带回来 我爸爸形容 每天给真将小陶带回来的信件 有整整一抽剃半 头两个月 陶玉玲还认真地拆开信件看看 发现除了少数式军队 地方的艺术团体来的青年演员 演技切磋信 探讨信 学习信 多数来信使全国各部队 为魂大军官们的交友信件 爱慕信件 再后来 陶玉玲接到这些信 就不看了 而是找个安全角落 点一根火柴直接处理了 我爸爸一辈子记得战友 镇江小陶二丫头 我想 随着在 电影界声望日龙 满头银发的陶玉玲阿姨 或许早已经忘记了 曾经与他一个部队饭堂吃饭 一起出操 每天往他抽屉里安置信件的经线小刘了吧 五十年代轰动一时的大型史诗 东方红 早期创作与排列 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 承接了很大一块业务 这与前线话剧团团长阮若珊有关 他是真正的文艺内行 在当时业内很有号召力与整合力 看过东方红的观众都有印象 东方红采用多场景 演出时需要换不同的演出背景 红色大幕开开合合 超重 锯台两边拉幕布的 必须是两名年轻有力且机敏的战士 东方红在南京举行首场演出时 我父亲就荣幸的被首长选为负责大幕开关的四名战士之一 我父亲在南京参加史诗剧演出时还没有职称 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东方红演出回到南京后 他就有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颁发的文艺职称证书了 他被评定为国家二级私募员 估计这本职称证书与相关档案 现在还躺在南京军区校陵位前线歌舞团 五十年代演职员历史档案势力吧 有一年 大概是1956年前后 陈毅将军到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是查工作 因为话剧团前身老演职员创编老师都是从前南方新四军的老班点 陈毅回南京军区政治部和前线话剧跟回自己老家一样 我父亲说南京八月份的晴朗天气 那天又燕照高照 周围没有一丝风吹来 陈毅将军就在室外给文艺战士讲话 话剧团全体演职人员列队做长条等 任人清讲 领会精神 陈毅将军烟饮大 不拘小节 喜欢边吸烟边讲话 两步耽误 我父亲因为是团长警卫员的关系 站在听讲弦牌 据陈毅将军比较劲 全神贯注清讲中 发现陈毅头上热汗直腾 手里的烟也燃了一大半了 我父亲文化不高 但打小心死灵巧 会来事 也没省事团领导 邱自己坐住跑步道 院内部对自己的门市布买了一条白毛巾 一盒香烟再赶紧跑回来 直接就上前递给了陈毅将军 陈毅将军拿过白毛巾就擦汗 接过香烟就抽 他身边的警卫组 也没阻拦我父亲 检查检验毛巾与香烟的安全性 我父亲说那时的军民关系 官兵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953年 抗美援朝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 前线话剧团团领导阮若珊 王孝平 张泽义 根据党中央文艺委基层 为一线服务的指示精神 率领精干演职员团队 心腹前线 给志愿军战士慰问演出 志愿军前总赠予了演职员一些战利品 父亲分到了一条阴韵韩薄毛毯 该军毯长度225厘米 宽195厘米 我结婚那年 父亲把这条珍贵的 有历史纪念意义的薄军汉送给了我 我到现在都珍惜的保留着 转业北大黄1958年 父亲获得一次休假机会 就着装回了一次阳柳铺和木山谷 唐村 他在古唐侧面打听了一下 当年和他一起参军的四名同村好友 都永远留在了朝鲜战场上 父亲是当时参军的鼓动者 他伤心内疚 没有长时间面对那几名后生家长的心理素质和勇气 于是 当年转业时 他就决定不再会惊陷老家 而是到了黑龙江省农肯部队 父亲先是在黑龙江省密山 随转业部队进山伐木 后被分配到饶河先农肯六社二三团十九连 二分厂七连屯肯树边 夏天开拖拉机开荒种地 冬季仍上山伐木 因为这么多官兵开进了北大荒 要解决安营渣寨的问题 需要大量木材 同时多余的大型木材 也由火车运出东三省 支援内地省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在北大荒 父亲不久就结识了我母亲罗书云 她是一九五九年 山东海洋县凤城镇高家庄之边青年 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首 开的机车是当时苏联支援的拖拉机大巴石 我姐是家中老大 出生于一九六二年 我刘志宏排行老二 家庭中男孩的老大 出生于一九六五年 之后又有了三个弟弟 我们家五个孩子是北大荒标准的兵二代 荒二代文化大革命中后期 在全国中小学校设工农兵作校辅导员 父亲以三代贫农又当过兵 被八百五十九农场 七连选为七连小学辅导员 主要工作是协助校长抓校养安全 一九六九年三月 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战役 中苏边方军都使用了当时最得手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苏军更是派出了他们新研制的苏T-62坦克 西西、虎林、加木斯市农肯武装前卫反应迅速 立即组织了平民夺岛互岛一、二、三梯队 这三个平民夺岛互岛梯队,出发前就不让带武器 只通知,携带搞板和能插进坦克练轨的炸木长木棍 显然,农肯武装前卫的思路很清晰 动武器是沈阳军区边防军的事 夺岛互岛,是中国东部平民老百姓自发自觉的行 为,向世界舆论发出正义的,有理有据的声音 最早上到参加护岛战斗的平民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 听我母亲说,都被苏军坦克碾压至死至残不少 等我父亲他们第三梯队手,持有分量的炸木搞把和长木滚登岛时 苏军已被我方军民灭了威风,狼都逃回他们境内,不敢再来 父亲多才多艺,早在部队时,他就学会了踢踏舞,申酒,礼发,还能说山东快速 到了北大荒后,艰苦的生存环境,微薄的工资收入,倒逼着他成为万能手 木工活打家具,铁匠活打水桶,你瓦匠活气到垒炕,机物上电焊活修理拖拉机 改良储量机械传输系统,修理自行车,拿起针线缝缝补补补,啥都会做 父亲一辈子是个忠诚老实人,和善和平,凡事不争 那时,农肯局农场薪酬政策,每集才涨六块钱,他总不为自己家庭争口 要知道我家当时七口人,五个孩子,生活困难得了不得 哇,母亲为长工资的事,没少与他吵架,嫌他连对集体讨论该给谁长工资时 他总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取应得应有的权益 父亲总是给母亲耐心解释,直到取得母亲的原谅 白骨还须丧子弟父亲生前多次与我谈心,含蓄地表达了他百年后一落归根的愿望 2004年,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发回了一趟京县老家 约十天时间走访了古堂,杨柳铺,宣称几家至亲亲属,原了他多年没回家乡的愿望 2009年12月9日,父亲永远走了,享受81岁 2018年7月9号,我们弟兄几个将他的骨灰,安葬在京县古堂公墓 万水千山总事情,买骨还须丧子弟,愿父亲的灵魂在故乡的土地上安详 作者戏黑龙江省农肯局,见三江859农场工作人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